Hello 你好 我是康祺 这个时候你才收听的是由BFM财经为你制作的开门建商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非常年轻的卖菜佬 90后有机菜饭 这个名字其实还蛮有趣的 讲得不好听一些叫卖菜佬 我希望今天的嘉宾不要怪罪我 但是90后确实也是很年轻 但我们在详细地聊今天的故事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好了 马来亚大学在2016年就公布了一份报告 显示说我国马来西亚的有机食品消费市场 在22年前的这个份额只有11令吉这么多 然后到了最近的2016年这个时代转换了 所以这个数额当然也就有所增长 可是增长的幅度非常的惊人 有100%达到120亿美元 那么从2016年这份报告发布以来 直到2030年 其实学者都预估说大马的有机食品消费潜力 每一年都会按年递增12.4% 我想这个数据一连创下来就不难解释说 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年轻人要创业 他们可能就会开始去将视线转向绿色的产业 除了有什么可再生能源啦 环保的事业啦 太阳能啦等等 也有包括像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90后有机菜饭 那么我们就要来问问他们的创办人郑凯文 其实有机蔬果的这个贸易和买卖方面 对他来说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我们马上欢迎凯文 欢迎你 OK OK 大家好 凯文其实你看起来很年轻 然后开场我跟你确认了一下 你其实比我大一年 所以都是年轻人 你是大学一毕业出来就创业吗 还是有当过一阵子的打工组 对对对 我在Magaline Agency里面做了大概一年多的时间 OK 就还是有当过一阵子的打工组 可是我会好奇你看我希望你不要怪罪我 刚才叫你卖菜了 可是相信很多的这个家长听到说 孩子要创业应该是要赚大钱 可是当家长听到说我要卖菜 那应该会有一些抵触吧 你当初是怎么去跟家人沟通 有没有得到过一些负面的评价 觉得说卖菜创业有前途吗 这样子的这种负面的评价 其实还好 我有跟我父母说 他们其实也是说 只要你一喜欢 然后你肯做 你就去尝试而已 这样子 所以他们也让我有一个很大的空间 让我去尝试不一样的东西 包括在打工选择工 选择什么事业 然后包括在读书选择什么科目 这样子 他们都给我非常大的自由 让我自己去选择 OK 其实你的父母有讲到很重要的一点 你只要喜欢你只要肯做 那有机蔬果 其实让你喜欢的点在哪里 为什么会看到 这一个产业的一个空缺 让你想要去填补 主要那时候呢 就是after 就是打工 应大概一年多 那时候就想要辞职 开始自己出来做 但是 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呢 还自己不知道 其实要做什么行业 OK 对 所以后来呢 是我有帮工前公司 就是负责一些项目 然后认识了这个爸爸 梁先生 所以那时候 还有在一个TypeX里面呢 有一个讲座 是关于农药的这个东西的 OK 就开始跟农业扯上关系 对 那时候想说 我本身是想要创业 但是我同时间 我也想要 在赚到钱的同时 就是赚到金钱的同时呢 也能回归给这个社会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选择 这个行业其实蛮不错的 就开始慢慢去 接触跟了解这样子 对 了解 可是为什么会 从年龄切入 去做这样子的一个 品牌的定位 就是叫做90后有机裁饭 是因为看准自己就是 年轻有本钱是吗 其实也不是啦 主要就是那时候刚开始 也没有想太多 也没有想太多 所以资源也有限 所以我们就是要快很准 就是快点开始 然后尝试整个模式 跟去经营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就突而起来 想到这个90后有机裁饭 就是卖有机裁这样子 然后赶到90后 所以我就直接放这个名字了 对 也没有想太多 OK 其实你说资源有限 在这么多这个访谈下来 其实有的嘉宾 他可能跟你开始创业的时间点 是蛮雷同的 蛮相近的 然后他们总结下来之后 就会发现说 好像这个比较敏感的时间点 等一下我们来揭晓答案 他其实同时也是一份机会 那其实90后有机裁饭 就是在疫情期间创办的 那个时候 其实这对你来说是一个机会吗 还是让你的资源 更加的紧缩的一个敏感时机 坦白说那时候开始的时候 刚好是差不多到RMCO 就是大家都以为已经recovering了 那时候开始的时候 也没有说很大的爆发力 还是知名度怎么样 就是照开始罢了 但是后来因为有疫情 就是继续变糟的时候 就是有MCO 2.0 MCO 3.0 那时候才是真正的 就是那个风口 风口时期 对对对对 把我们推到上去这样子 一开始就是做线上 对 OK 这个线上的模式是 你有这个网站 然后用网购的形式吗 还是有其他的这种手法 因为刚开始 你知道疫情期间 这个线上零售是雨后春损 就是大家都在做 可是手法各异 对那时候 因为我在前公司学了 就是比较多在Facial Marketing 跟社交媒体的管理部分 所以当我出来的时候 决定做这个事业的时候 我也专注在我擅长的部分 就是Facial Marketing 还有这个Social Media 的Management的部分 这边下手 Instead of 创造一个建立一个网站 这样子 对对对 OK 你刚才提到说 你的擅长的是 这个社交媒体平台的营销 然后你也在疫情的期间 行动管制令的时候 迎来这个风口 可是老实说 卖菜 讲真的在疫情期间 并不是一件很新鲜的事情 因为可能很多人都在卖菜 卖肉的也有 卖鱼的也有 那你跟别人的不同是什么 你觉得你在新鲜蔬果当中 带来一个怎么样的 不一样的市场的这个潜力呢 这个的话就要切入到 我们的这个模式 就是我们销售模式 OK 所以我们怎么让顾客去购买 下档我们的这个有机菜箱呢 其实主要就是 他们是以订阅的模式在进行 就说你今天付我一笔钱 然后为期八个星期 然后每个星期呢 我就会送你一箱菜 OK 就是你刚才提到的有机菜箱 对 有机菜箱 然后里面有不同种类的蔬菜 对 OK 这为什么会有这个模式 主要原因是 其实我们的理念是 一个保育环保的 一个公司的理念 就是说我们希望说 就是我们帮助农友转型 我们鼓励他们转型 所以转型了过后呢 他们会把这些 他们拿到这个organic certification 有这个有机认证的 所以他们有产量过后呢 他就会卖给我们 他们不会卖嘛 他们不会卖 就只能卖给我们 我们就会帮忙 帮他们就是做这个筛选啊 做这个品质管控啊 然后再卖给消费者 对对对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呢 其实是帮助说 我们可以鼓励农友 继续的种植这个有机 就是有机种植 就让他们去坚持 同时间呢 我们也可以让消费者吃到 当季的蔬果 新鲜的蔬果 而且每一个星期里面的内容 都会不一样 所以他们也可以得到一个 很均衡的这个饮食 对对对对 关于有机的这个农民 还有有机的人生 我们稍后后面会继续来聊 可是我觉得像有机菜箱 这样的概念确实是很不错的一个想法 因为疫情期间 比如说像我们家里 就爸爸妈妈出去买菜 也不知道买多少 因为你不知道下一轮这个封锁 会在什么时候发生 可能就会造成浪费 但是订阅可能就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是是是 可是步入后疫情时代 你的这个订阅的模式 还有在继续吗 有有有 所以我们一般非常重视的顾客 就是支持了两到三年 对对对 从一开始就跟着我们了 到至今都还在 就是有在就去跟我们subscribe着 这样子啦 就是我们也是照样的 就是持续的服务他们 其实我好奇你们是用什么样的模式 去执行这样的订阅 是我上你的网站 还是私底下跟你做对接 主要呢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是做会说广告的 所以很多对接都是在这个Messenger跟WhatsApp里面进行 聊天的这种APP 对对对对对 所以主要呢这个模式它不容易做是因为你需要大量的解释 你需要让他们知道说这个订阅菜箱的这个模式的这个价值在哪里 而且你也要证明你自己不是诈骗的骗子 我需要自己证明我不是诈骗然后我真的是想要服务你这样子 对对对而且我们是给就是保证这个品质的管控的部分 对对对对对对 为什么没有想要做brand.com这样子的事情 brand.com是什么网站 那时候主要呢是我们看准我们锁一来呢我们就锁定了因为职员有限嘛 所以我一来就知道说我们的顾客群是在什么年龄层 OK什么年龄层 这批的年龄层是在活跃在什么social media 所以大约是年轻妈妈大概30初岁到50岁到60岁这样子的一个年龄层 所以主要呢这群人都是在Facebook OK那时候啦主要Facebook跟maybe一点点的Instagram这样子 然后会直接的导流到WhatsApp上面去 对对对他们喜欢很多了大量的沟通 比如说在Messenger里面啊在WhatsApp里面啊 所以那时候网站就对我来说可有可无的一个一个做法 所以那时候就把资源全部放在这个social media上instead of网站 嗯了解 那当然步入到后疫情时代这些年轻妈妈 当然也从Facebook从WhatsApp转移到线下去了 所以我有观察到其实90后有机菜饭是慢慢的也在做线下的一些经营 对对对对 OK到现在为止这个规模有多大了呢 是在全国范围都有销售点了吗 OK所以现在呢我们首要的这个目标呢 是占我们整个Clank Valley的市场 所以我们现在大概包括大卖场比如说Village Grocer啊Jara Grocer啊Aron啊 再到这个小超市Freshmark再到有机店啊或者是一些condo mark 到至今为止呢我们有大概有30间30家的这个销售点 OK对对对 这一点我倒是蛮惊讶的因为其实我跟你对接访谈有好一段时间了 但是你每一次都要好忙我关注你的社交媒体 你天天都在到处跑 而且好像有跑到去槟城等等的地方 所以在其他州属的拓展也在积极的进行当中 在槟城的话已经有一个团队在负责了 所以现在4Y州的话我们还在观察跟策划者还没有 主要还是巴胜谷地区为主 OK巴胜谷地区有30多个小手点 在这种超市等等的地方 槟城有一个独立的团队在运作 可是我好奇的是像你刚才提到 我国的这个有机的农民 其实它的比例没有算太高 你说它是不是可以大规模的量产 还不至于能够供给全国的范围 所以你看有机蔬果它还没有办法到 家家户户都能够吃 它可能会有这个供应的问题 所以目前你的观察 其实马来西亚的有机蔬果的这个供应是稳定的吗 暂时来说还算稳定 不过我们很就是有机种植很靠就是靠天吃饭 就是如果一场大雨连续的大雨天气变化多端的话 其实会direct to影响这个整个种植 不只是有机就是连冠星就是使用农药化肥的都会受影响 就为什么我们会面对这个普通菜有涨价的问题 对对就是因为产量那边受到很大的影响 但是你说暂时来说呢 整个有机的种植都一直持续在进步 然后呢种植有机的农友也越来越多 所以在供应方面其实是蛮稳定的 尤其是在这供应跟这个价格方面是非常的稳 对对对对 明白 其实你刚才有稍微提到 你说你希望透过90后有机菜饭这样子的品牌 一方面当然是希望就是消费市场它能够均衡的摄取营养 而且是从有机的蔬果方面摄取到营养 那另一方面你也希望是能够促进农产的这个转型 让更多的农民投入到有机的种植 这个部分我想请你来说一说 OK 所以主要呢 主要呢就是爸爸梁先生呢 他们在13年前就大概是2010年的时候呢 就发现到其实农药在马来西亚呢 用了农药的这个东西是非常够利的 而且农药还会导致什么 它会导致除了让我们消费者摄取 就是有农药产留的这些蔬果之外呢 剩下的农药就会流入去 这个我们叫土里啊水里啊这样子 所以一个循环下来就是被海草吸收 然后海草被小鱼吃 然后小鱼被大鱼吃 大鱼就回落去 我们人体就吃对吗 对它其实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恶性循环 对它会造成我们整个生态不平衡 对对 然后很多生物都不能生存 因为你这个一撒农药一撒化肥下去 你的这个生物就会被杀死 对对对对 OK 你有提到Baba这个品牌 这个品牌是你们的合作方 对对对对 OK So Baba这个品牌呢 其实在市场上有大概30多年到40年 他们主要的业务呢 其实就是原液用品的方面的业务 比如说这个biodegradable花盆啊 然后这个原液用品啊 就是说剪刀啊 喷杀啊 然后现在有做有机肥料啊 有机农药啊 这样子的东西 OK 当然这个有机种子是在13年前 所以他们推动 主要呢就是为了贡献这个一个社会 这个CSR的这个project这样子啦 对对对 OK 凯文你看Baba是在好多年前就开始推动这个事情 你说13年前就开始 对他们在北马 对 那你的这个加入 你跟Baba促成了这个密切的合作 其实你在这个合作当中扮演的角色又是什么呢 你怎么去比如说教育这个农业的市场 跟他们说其实有机才是未来的趋势 当然我们自己也是要去深入的了解说 这个有机的行业其中一个部分 然后再来呢 我觉得90后这个品牌 它更多的是一个桥梁 一个站在消费者与农友 就是生产者的一个中间的一个桥梁 主要呢就是我们把生产者的价值 怎么带给消费者 让我们明白说生产者实际上面对什么问题 然后我们可以怎么去支持他们 因为我们有 我们最近我们常说就是消费是一种力量 就是说消费者 他每消费一个物品 那个都是对这个生产者的这个鼓励 跟这个影响 是在商业的角度 它就是一个供需的关系 对对对 所以我们很建议说 消费者必须要了解说 怎么去辨认一个好的产品 怎么去支持一个好的产品 so that我们才可以directly 这个支持这个好的生产者 去鼓励他们 对对对 我们分两个维度来谈 关于分辨怎么 怎么分辨好的产品这一点 是跟刚才你提到的这个 有机的认证是相关的吗 对对对 很像我们 因为在市场上呢 就是在马来西亚市场 在外国已经很普遍了 就是说他们这个有机市场是非常的普遍 然后他们也知道说怎么去分辨 但在大马市场就还是会 因为感觉很像我在巴沙麦 只要我说 这个是有机的 然后安迪安迪们就会相信这样子 没有喷农药的 对对没有喷农药就是有机 是我自家种的就是有机 但其实真正来说的话是不是的 因为有机呢是必须有它的规格需要跟 然后呢这些规格是每年都要就是检测啊 然后你的地要隔离啊 这种种种的这个条亏 然后再来呢你才可以 当你符合了过后 然后你通过了这个认证 你通过了这个审核 你才可以得到这个有机认证 所以你才可以去label说 我的农产品是有机的 这样子的说法 所以不是在这个菜市场上面看到 确实是有几个小虫柱掉的洞 然后这个菜饭跟你说 我没有喷农药 那就是有机 其实是不准确的 对对 它可能是土地你没有做过检测 还有重金属啊 OK 所以说 对就是这样子一个过程 了解 另外一个维度就是刚才你提到说 其实供需的关系 最主要是这个消费者 他有没有去了解说 比如说这些农友 他们面对什么样的问题 其实我也蛮好奇 要种植有机的蔬果 他会面对的问题是什么 是成本吗 人力吗 还是靠天吃饭 这个不可抗力的因素 当然就是环环相扣 就是全部都有 第一天气不好的话 他们肯定就种植就比较困难 OK OK 再来就是 比如说今天我这片土地 我种了100%的这个有机蔬果啦 OK 那收成的时候呢 其实因为很多的这个虫害啊 菌害啊 是我们无法100%避免的 因为没有喷农药 没有用化肥 所以当我们收成的时候 可能大概只有剩下40到50% 嗯哼 但是然后我们的草又不能用除草剂 我们必须要用人工去 所以人工成本就会加 OK 然后你的产量又没有达到一个很optimized的一个 在商业角度来没有达到一个optimized的一个角度 因为你几乎是对半坎 对对半坎 所以为什么有机的这个价格会稍微再比较高 偏高一些这样子 嗯 对对对 其实谈回你在商业上面的合作 就是除了产量的部分 最重要是你怎么去传递这个理念 刚才其实就有谈到90后有机裁判 确实你们跟这个Baba这家公司有合作 那他是有为你们提供有机蔬果的货源吗 还是你们是怎么去开拓你们自己本身有机蔬果方面的货源 这个是我第一个要谈 OK so当然第一个就是我们有合作者 就是他有合作的一些农友我们就会share OK 资源共享 资源共享 对这是第一点 再来呢就是剩下的当然我们如果觉得说 欸巴生谷的这个货源有缺 那么我们自己呢 我们自己就会去找一下一些合格的货源 这样子 OK 我们要自己开发这样子 嗯 其实你们评判的标准是什么 也是只要你有政府方面发放的这个 所谓的有机认证 我就会用你 还是你自己也有一套审核的这个流程 因为毕竟不是所有的这个农友 他刚刚开始转型 他都知道说 欸其实政府有这样的有机认证 OK so我们除了有看这个有机认证之外呢 我们也有也会去参观这个农场 嗯嗯 他们怎么去 实地走坊 对对实地走坊 怎么去管理他们的农场 怎么去种植这些农作物这样子 嗯嗯 对对对 所以必须必须觉得说 欸整个东西是非常OK 然后也是有有机认证 我们才有机会考虑说合作这样子 OK 对对对 其实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这只是我的想象啦 你可能在帮助这些农友 做有机转型的时候 确实他的这整套流程 经过你的这个勘察之后 都是符合标准的 欸你就会鼓励他们说 不如你去申请有机的认证 然后我们进一步促成这个 货源的这个合作 这个是你们也有在做的事情吗 呃这个部分就是 就会是第三方做 而不是我们做的 他可以找像比如说 Mind Organic的 这个马来西亚的官员 就是这个政府机构的官员 嗯 再来呢就是有一个 另外一个民间认证 叫OFTEC Certification OK 就是这个 我们叫地球标章 嗯 啊 所以就必须我们会可能会鼓励他说 欸你contact这个第三方的这个机构 嗯 所以让他们派审核员去帮你做审核 OK 做一个更完整的审核 因为毕竟我们只是看而已 嗯 啊 都还有很多很多一些 呃需要专业的人去审核 跟去考察这样子 明白 对对对 其实这样谈下来 我就大概理清了 呃90后有机裁犯 跟BABA之间的合作的关系 可是我浏览你们的社交媒体平台 你们大部分的这个包装 我可以说几乎所有都还是展示 BABA的这个BABA organic的商标 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不是你们自己的这个packaging OK 所以前面我提到说 BABA它是一个原意用品 所以他们这个是 有其中只是他们的这个CSR project 嗯哼 OK 所以他们已经推动了 在北马啦 在北马已经推动了13年 嗯 所以当然这个品牌 就有一定的影响力了 而在我们这边呢 我们作为一个就是一个 90后作为一个桥梁 去协调就是农友跟消费者之间 然后除了这样 还有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 比如说我会写很多日常的东西 去分享给这个大众 嗯哼 然后再来呢就是 我们去安排整个整个过程 跟整个教育的部分 OK 所以这些呢 这些都会以这个 这个90后的这个品牌 为这个主打的品牌 嗯哼 对对对对 主要呢我们主攻呢 就是中马市场还有南马市场 OK 但是因为BABA organic本身就有一定的基础了 嗯 所以 然后我们的合作也非常愉快 所以我想到说 哎 老不如我们就直接用BABA organic 嗯哼 为这个产品的品牌 OK 而背后再执行的就是 90后的团队 嗯哼 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对对对对 可是如果没有今天这场访谈 你可能就没有这样子一个全面的解释 这个市场 他可能就会发现说 哎 90后有机菜翻 他感觉就是一个社群的经营者 他好像也没有自己的产品 他都是拿别人的产品来收卖 这个长期下来 难道不会对你的这个品牌的商业价值也好 或者是你的这个定位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吗 呃 不会啊 不会啊 因为主要呢 我觉得说 哎 我们的这个核心理念是一样的 嗯哼 核心理念是一样的 你们的这个原则和理念是契合的 对对对对对 当然我们在做我们 我们在做这个推广 这个推广这个有机理念的时候 当然我们有很多自己的元素在里面 嗯 啊 就是你可以看北马的宣传 跟跟我们做的宣传可能不一样 但是我们都在卖 还有不同的巧思 对对对 可能我们在我们在 我们的产品都是这个有机种 有机有机农作物这样子 嗯哼 但是我们在 那开发的这个角度 跟这个sharing的部分都非常的不一样 嗯 对对对 OK 其实你刚才提到说 这个宣传的部分 其实有不一样的巧思 我也要来问问看 因为你们还蛮有趣的 我浏览你们的这个Instagram 其实你们就有介绍不同的这个 不同品类的这个菜 或者是不同品类的这个水果 其实它有什么样的益处 或者是你可以怎么去处理等等 这个部分背后的那个巧思是什么 你们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其实就是一个我们想要跟大众跟消费者有一个很直接的互动 然后是这个互动是很direct to 就是会引起他们关注的一个engagement这样子啦 所以比如说我说今天羊角豆是大家都会常吃的 但是其实羊角豆真正背后的营养是什么 他们可能都不大知道 OK 只是因为我喜欢吃羊角豆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会做一些很特别的一些知识型的这些content 去跟他们交流 OK 对对对 他们也可以就是分享给朋友啊 上边的朋友知道啊这样子 嗯嗯嗯 其实你会觉得这样子的一种交流 或者是很直接的社群的互动 对于你刚才提到的 你要帮助农友转型 促进这个供需的 至少是在交流上面更加的清楚 彼此需要的是什么 在这个方面的目标 其实是有达到效果的吗 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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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一定的效果的 所以我基本上就是engash过我们的很久的顾客 其实都了解到说 诶我们现在是面对什么问题 他们就based on我的这个平台 就是我的品牌 就知道说诶我们的sharing 就知道说我们到底现在是农场发生什么事情啊 然后诶怎么菜会这样子啊 OK 然后我们在外面买到菜是怎么样啊 都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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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蛮蛮有趣的啊 对对对有很多的沟通就是跟他们 嗯嗯嗯 所以这个90后有机菜饭 慢慢的还反而变成了这个农场情报员 啊会会会会我们会up there说 诶今天你看你看下大雨 然后我们这批菜也没有掉这样子 OK 就是用有趣的方式去跟他们呈现 整个整个真实的情况这样子 嗯嗯嗯嗯对对对 其实最后我也想要跟凯文来聊聊 90后有机菜饭很明显就是 呃你们是代表90后 在解决有机的这个农友的一些问题和痛点 在这个市场当中其实你对于未来这个有机的农作物的种植 有怎么样的一个想象 其实你会希望透过这个品牌创造一个怎么样的价值呢 对于在年轻人的这个思维里面 其实你想要造成怎么样的一个社会的改变 呃当然最主要的是我们希望说就是可以鼓励到 这个消费者呢更支持更多这个有机产品 嗯嗯嗯 所以当这个这个需求量增高的时候呢 自然你也间接的 间接就是鼓励农友转型的你知道吗 就是他们就会鼓励 那么当我们在做这个这个供应都在上的时候呢 当然接下来影响就是我们土地受影响 就是说我们会有很好的改善 嗯 整个环境整个生态呢就慢慢恢复去 比较健康的一个生态 对对对这个是我们想要的 再来呢就是90后这个品牌呢 其实想要达到了我们有一个愿景啦 这个愿景就是我们希望说 透过不同的角度去认识有机 很像今天你认识我是因为 可能是我的有机输果认识到我们 嗯嗯 但是我们希望说可以透过不同跨行业 比如说我们今天是可以做Vestron 我们可以做F&B 我们可以就是做加工食品 嗯 所以这些呢都是去满足不同的 不同的这个客户群 所以客户群就可以透过我们不同的渠道 去认识到底什么是有机 OK 去了解什么是有机 然后可以带给这个社会的价值又是什么 嗯嗯 我们希望是可以建立一下 就是让他们说可以多个角度去认识有机这样子 嗯嗯 明白 对对 其实有机农作物有趣的是在消费端 我们是负责吃 在这个供应端 我们是负责种 最重要的是在这个绿色转型的过程当中 我们需要的是一座桥梁 这样子其实才能够真正的让供需两端都能够拉近彼此的关系 然后了解这个绿色转型的浪潮背后 其实它真正意味的是什么 那么我相信在这样子的一个大范围的动作当中 一定少不了年轻的力量 当中就包括90后有机菜饭的创办人郑凯文 今天非常谢谢你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 谢谢 凯文建商是BFM财经制作的节目 你可以在财经官网 caijin.my bfm.my 或者最新版本的BFM app 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这个节目每周二三早上十点准时更新 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您到Facebook Instagram LinkedIn TikTok 以及最重要的有YouTube 搜寻财经的财 今天的金 凯文建商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